被邀请来分享 我妈妈喝了这个还原水的体验 很不幸的哦 我妈妈 我妈妈在2019年的时候 在一场车祸 她的一边手骨折了 所以大厂和车祸的时候 她的眼睛这一边也是有插到 插到很深 然后呢手放下去的时候是360度可以转了 OK就是很严重的那种 然后她就说我的手没有了 我的手已经没有了 第一时间我这个就带她去医院 当时的那个这股医院呢 他们就是帮她缝了这个伤口 缝好了呢 就把这个骨折的地方包扎 用这个石膏包 然后第二天早上拿了止痛药就出院了 然后因为我妈妈她是住在比较江峰的地方 然后邻居们就来探望我妈妈 她跟我妈妈讲说 在哪里哪里有这一个传统的医疗方法 所以我爸爸呢就带我妈妈过去 他们很厉害的你知道吗 就把医院的这个石膏敲掉 用他们这个传统的医疗方法 这些草药啊还有这个野油啊包扎这个骨折的地方 呃远看哦十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呢没有改善不要紧 整支手从这个手指到这边的手手臂哦 整支腫到很严重很严重 整支腫到她的手是完全不能够抓的那种 然后在家人的商量之后 就带我妈妈去这个骨壳 开刀 当时我带着我妈妈一起去这个骨壳 医生看到她的时候 第一时间问她 你的手怎么了 怎么整个这样大 她讲我的手扯破断掉了 她讲你怎么可以忍 那时她的脸哦 整个脸是黑青的 抑青的 因为那时候有敲到嘛 还有风 所以整张脸是抑青的 然后她的这个手呢 整个是肿 然后医生就安排她去x ray咯 x ray好出来 然后医生就说 呃没有办法 这个情况只有开刀 然后装铁 我第一个问题问医生说 我妈妈有糖尿病耶 开刀不是很危险吗 然后医生说没有办法 没有开刀的话 只能剂掉咯 他讲咯 因为整只已经装到黑了嘛 所以没有办法就开刀咯 所以在她开刀的过程呢 我就一直陪着她 大家可以看到哈 她的手是 那个骨头是断掉的 这边这个x ray 断掉的 整个是断的 然后呢 她开刀 是从那边上面 开到这边下面 就是从这边上面 开到这边下面 就是她的伤口是 所以她的伤口是很长的 就是上面到下面 然后开刀好第二天早上呢 就出院了咯 然后医生就分布她 一个星期后再回来复诊 她出院后就在我家里 因为我家有装这个训绩嘛 所以我就一直给她喝 我们的这个pH6.5 还有pH11.5 就一直给她喝 一直给她喝 还有她的脸哦 她的脸不是有开刀 不是有红 还有她的疫情 我是用这个2.5 还有11.5 一直跟她呼 就是短短的两天的时间复了 她的疫情已经消到完了 好 然后我就一直给她喝到一个星期里面 一个星期后 我就带她带回去护诊 呃医生跟我妈讲 她这样说 呃等一下我会吩咐护士 帮你开这个纱布 然后再洗伤口 然后重新包这个纱布 没有好学校 我没有讲完 ok 当时护士要跟她开的时候 因为她刚开刀的时候 呃 难免会有这个血 有粘到这个纱布 然后这个味道就很重 很难闻 我当时想说 是不是这伤口已经很严重了 护士开的时候 我一不敢去看 我就站在旁边到了 呃护士开了之后 医生也到了 医生到的时候就看到 呃他讲 我们就全部一起看哦 他讲 Auntie 你的伤口好了哦 他讲 不用再包了哦 他讲 完完全全好了 他讲很漂亮 一个星期了了哦 对没有错 就是一个星期而已 我们也不相信 连医生都不相信 所以 我妈妈那时候很开心 她手上拿着那个 Tangga Water的水壶 她跟医生说 我女儿就是每天给我喝这个水 她说这个水很好 她讲我脸上的疫情也伤掉了 ok 然后呢 医生就回答我妈妈 对 这个水很好 我在很多年前也装了 我家里也是喝这个水 就是星期的这个鱼 呃 Dr.E的鱼鱼 过了不久 我妈妈就自己装了 她也跟我装了这台水 可以看到我妈妈 她去到哪里都带着她的水 她很开心 有时候她也会跟她的朋友分享 所以这个水很好 ok 在我妈妈还没有喝这个水之前呢 她就被这个砍掉病 困扰着 就算她 呃 她时常这个拼头痛 然后 手脚刺痛 呃 心脏 每次心痛很快 就感觉到人很疲倦 很累的这一种 所以 现在哦 我每次回去 我回去刚工 我看她的时候 她很开心跟我讲 她讲 阿敏啊 她叫我阿敏啊 你知道吗 我喝了这个水哦 她讲我之前这些见证哦 头很少很少很少出现了 尤其我的心跳 她讲 以前我心跳很快 这个心跳很久没有 没有再出现了啦她讲啦 ok 之后呢 其实 我起初对这个水也没有什么很相信啊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地中海平血症 呃 可以看到 呃 我妈妈 然后我大姐 下面就是我二姐 我哥哥 他们都陆陆续续的装这个水机 所以这人家说好的产品 会说话就是这样子 呃 ok 我也帮助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啦 改善他们的水 改善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今晚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听一下她的地中海的故事啦 对不对 对 好不好 啊是讲完他啦 哈哈哈 ok 我自己本身是呃 先天的地中海平血症 就是天生就有的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小学 我每次周会的时候 我就会晕倒 周会的时候 就是站在那边 听听听听 然后醒来的时候 是在家里了 哈哈哈 时常就是会这样子 因为我缺血 然后呃 我妈妈也很时常 带我去看医生啊 吃了很多这些补品啊 补血的药 ballet就是没有改善啊 一直要坚持日常啊 就是坚持的吃 没有改善 呃 没有改善不要紧哦 然后有一次我很严重的时候 我经验 医生是叫我输血 可是我坚持不要 我不要输血 然后 呃 我认识了这个还原水之后 我喝了它 呃 我以前有很多这个 怎样讲 那个 呃 就像我心跳很快 然后人很疲倩 嗯 就是很没有力啦 走路走走走走 没有两下就很累的那种 很开心哦 我喝了这个水 上个月 我去了母鲁 我家都看了国家公园 我去爬这个山洞 我前车爬了 来回避一天 大公里呢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母鲁公园 OK 完全一点累都没有 然后精神也特别好 所以很想跟大家说 喝这个水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超级棒 这是我的体验 哇 太棒了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啊我们再次也能掌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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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